第901章 光明王 十分钟之前 在怀师同海格利斯彼此厮杀的同时 涌动如新的大门被迟来的旅人推开 黑暗里 沉睡在水箱中的窟窿似是有所察觉 在神酒之中轻轻地冻了一下 可依旧沉浸在过去的梦里 未曾醒来 有人来了吗 听不清楚 难道是路过的客人吗 漫漫长路 他累了吗 或许应该招待他休息一下 可是太困了 实在起不来 抱歉 食物和水都在柜子里 请你自便吧 沉默中 伊姿摘下了嘴角的烟卷 静静地凝视着水箱中沉睡的骷髅头 许久 缓缓地半跪在了地上 他低着头 像是面对着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一样 恭敬地开口 阁下 我自群山交锋之处而来 带来黄金与月之母 玛玛基里亚的问候 玛玛基里亚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是熟悉的名字啊 可还是想不起来 水箱中 骷髅漆黑的眼眶 被门外的升起的光芒照亮了 有点不适应 在沉睡中感到了些许的不安 外面 在举办酒宴吗 父亲他们又在通宵畅饮了吗 又一次的胜利了吗 又一次的战胜了敌人了吧 光 太亮了 也太过于残暴 那些太过于放纵的欢宴 那些残忍的战利品 那些蜜酒里流着血 骷髅依旧沉浸在梦的碎片里 往昔的记忆四世再度浮现 可那些遥远的轮廓 太过于模糊 想不起来 只记得 有个魁梧的身影 坐在最高处 举起牛角的酒杯 大声地欢笑 向着自己招手 我的孩子 独眼的男人抬起手臂 自豪地呼唤 到这里来 到父亲这里来 他是谁 我 又是谁 想不起来 短暂地等待过后 一字像是终于鼓起了勇气 抬起视线 端向着水箱中毫无反应的骷髅 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伸手入怀 请恕在下冒犯 他从胸前的内袋中 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盒子 展开 呈现在骷髅的面前 在铺着紧端的盒中 躺着一道嫩绿色的枝条 在珍稀的保存之下 他未曾干瘪和枯萎 依旧泛着昔日鲜亮的色泽 对生的绿叶 依旧散发着阵阵生机 那是一支 从未曾出现在 赫丽俄丝之上的呼唧声 瞬间 无数气泡升腾的声音 从水箱之中响起 沉寂的骷髅眼眶中 浮现了隐隐的光亮 像是 漫长的梦终于结束了 他睁开眼睛 终于回忆起了曾经的往事 啊 原来是这样吗 残缺的骷髅 轻声呢喃着 我想起来了 原来 我不是浦布流斯吗 够了 够了 不要再碍事了 在神作之上 浦布流斯发出震怒的咆哮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暴虐地挥洒着自己的力量 令赫里俄斯剧烈地颤抖着 大地轰鸣 已经受够了 这烦不胜烦的阻挠和变术 他抬起眼瞳 军裂的面孔上满是杀意 看向了不远处呆滞的怀尸 要将一切阻拦在面前的对手 彻底铲除 不论是谁 都无法阻挡他的前进 不论是谁 都无法改变他所得到的结果 于是 浦布流斯再度地抬起了右手 空空荡荡的五指之间 有凌驾于大宗师之上的炼金术 再次展现 无穷尽的高温汇聚 形成了一道剧烈回旋的漩涡 足以摧垮整个城市的火焰风暴 被压缩在手掌之上 形成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风洞 甚至还在迅速地提升着其中的威力 焕发出无尽的刺眼光芒 无乃浦布流斯 他高举着右手 向着这个世界宣告 无乃不朽 不对 水箱中的骷髅呆滞得泥南 无乃存世之神 浦布流斯咆哮着 振奋神威 悬浮在赫利俄斯之上 无乃烈日之主 阿波罗 不对 水箱里 骷髅头剧烈地震战着 黑暗的眼眶里 不断有丝丝缕缕的火花闪现 恰似那些归来的记忆一样 我不是普布流斯 我不是阿波罗 他混乱地呢喃着 追溯着自己的起源 我是 我是 正在那一瞬 最后的记忆 从迅速修复的灵魂中浮现 令他彻底迎来了那个最重要的答案 那个早已经注定的结果 我是 巴德尔 他恍然大悟 被从天而降的日轮所吞没 他说 无乃 光明亡 于是 在那一瞬间 涌动如星开启的大门中 有辉煌的阳光喷波而出 便照万物 令黑暗的宇宙中 亮起了不灭的艳光 光明 降临 虚幻的神殿里 有破碎的声音响起 宙斯失神地握紧了拳头 捏碎了自己的酒杯 可紧接着 却忍不住大笑 他笑得前辅后仰 为着命运的决赞展开 而奉上掌声 有的必有舍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吗 想要得到什么 就必须舍弃什么 这便是炼金术的精髓 想要得到神明的力量和尊位 就必须舍弃自己的肉体繁区 为此 普布留斯不惜将自己彻底分裂 血 肉 灵 玉 乃至 失去价值的骸骨 以至于 他根本没有发现 自己的造神秘遗 早就成功了 甚至早在怀尸他们 登上赫利俄司之前 真正的神明 就已经降临 只不过 被复活的不是早就已经湮灭的阿波罗而已 失去了目标的秘遗 依旧在不断地运转着 最终 指向了同领域中唯一一个未曾被牧场主污染 也还具备着复活可能的存在 在神明的力量之前 神明的意识就已经降下 附着在了被普布留斯所抛弃的骸骨之上 可是却又因为一世的细微差别 产生了错乱 好像降临的时候 脑袋先昭地了一样 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 神的意识和普布留斯的残缺记忆 混合在同一处 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一具 拥有着神之本质的骷髅 宙斯恍然地问道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吗 猜到一点哦 毕竟做了那个梦嘛 同期挑起眉头 毕竟 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这个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几个 未曾随着诸神陨落 也未曾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太阳神 而且还如此咸鱼的 也只有他了吧 北欧诸神中的一种 不以暴力彰显自己的威权 而是为世间万物 带来温暖和欢笑 幸福和安宁的存在 遗憾的是 好人不偿命的道理 并不是在凡人之间管用 在神明之间 也同样盛行 甚至在诸神陨落之前 在同鸡试杀同类之前 他便已经丧命于阴谋之神的诡计 死在自己的叔叔手中 不 应该说 哪怕没有洛基 他也会履行自己的命运 迎来这样的结局吧 从一开始 在巴德尔诞生之前 他的死亡就注定 究其根源 还要回归同鸡 曾经对怀师所讲过的 神明社会史 神系的存在 本质就是众神的联合 众神在其中 也必然各有职责 不过 里面总有一些 是别人不愿意做的 好像公司团建时 新人必须负责拎包 老大犯事时 总有小弟需要去背锅 班级在放学之后打扫 总有一组人 要去扫厕所一样 陷阱如此美好 谁又负责守卫地狱呢 如同希腊神系中 惨遭自己弟弟算计的 倒霉孩子哈迪斯一样 总有人运气不好 在东下 是责任心重大的泰山府军 在埃及 是半死不活的奥西里斯 而在北欧 大家则发扬了 民主的投票制度 此处指所有人都把活 推给了团队里最讨贤的人 洛基 为了安抚自己这位倒霉兄弟 奥丁和洛基定下了协议 由洛基暂待地狱的管理 未来则交给他的女儿 作为报偿 自己的儿子 将以光明之神的身份 同他定下婚姻嫁娶的契约 可是 北欧神谁又不知道 自己这些人 说话跟放屁一样呢 从一开始 奥丁就没想过 履行自己的约定 尤其是 当他发现 名副女神 已经在地狱中 为自己的儿子 准备好了婚姻的殿堂的时候 便决心违反 自己所许下的诺言 天后弗利家 恳请世间万物发下誓言 绝不伤害这位世界 带来光和温暖的神明 而万物也忠实地 如约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唯独地缺了一样东西 胡继生 正是因此 巴德尔在洛基的算计之下而死 死因 叔叔的女儿不好看 找不到对象 只能拿他凑合一下 遗憾的是 在那么古早的时代 还没有退婚流故事的诞生 实在可惜 从此 世间失去了欢乐和阳光 而众神们失去了这位 让他们能够信任和安心的太阳神 这便是黄昏将至的起源 而当奥丁试图再度耍赖 派出使者前往明府 索要巴德尔的灵魂 却被明府女神的侍女阻拦 双方再度立下了约定 倘若如同奥丁所说 世间万物都为巴德尔的死而哀悼的话 那么明府女神便让巴德尔归去 结果很遗憾 当万物都为巴德尔的侍去而哀悼的时候 宙斯忍不住看向了身旁 偏偏有一只偶然路过的乌鸦 表示自己很高兴 没关系 无所谓 很可以 大过年的 人都死了 还是孩子 为了他好 哀悼 哀什么 哀什么道 没看到我争乐着吗 对此 童鸡向来是无所谓的 于是 就这样 狠狠地在北欧众神的心窝子上捅了一刀 一直到这么多年过去 答应了就要做到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嘛 唉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喝茶 喝茶 童鸡微笑着 端起粉红色茶杯 得意地眨了眨眼睛 毕竟 一切都是命运的一环 不是吗 第902章 海伯利安 现在 命运的最终部分 降临 当浦布留斯失去神力的那一刹那 怀尸感受到了有如实质的杀意 来自浦布留斯 不 来自神明的杀意 天发杀鸡 疑心疑素 此刻 在他的头顶 宇宙的黑暗 好像随着群星一同负压而下 无形无质的力量从天而降 沉甸甸地压在怀尸的灵魂上 几乎要令他的意识都为之崩溃 在浦布留斯的手掌 那一道动荡的火焰漩涡 越发猛烈地燃烧 对准了怀尸的所在 源源不断地灰光环绕其上 令死亡也变得精致而绚烂了起来 你果然是如同贺迪所说的变数 怀尸 高距于天上的神明垂首俯瞰 凝视着脚下的蝼蚁 因此 我会全力以赴 将你彻底排除 在军烈的大地之上 怀尸竭力地喘息着 握紧试水 维持着自己不被那恐怖的压力所击垮 可是就连站起来都做不到了 快要被那如有实质的压力 暗尽了地面之中 根本无从反抗 只感受到了源源不断地死亡危机 从心中浮现 汗流加倍 当那一道不过乒乓球大小的赤红色漩涡 对准自己的时候 所体会到的 乃是发自内心的无力和颤抖 无法克制 那种程度的火力 已经足以同笼罩整个城市的巨型雷暴灾难相比 哪怕是自己用尽所有的力量去防御 也会在接触的瞬间蒸发殆尽吧 但是 却不感觉害怕 你知道吗 浦布刘斯 正在那一瞬间 怀尸努力地抬起脖子 仰望着头顶的那个身影 呼得不屑一笑 纵然背负黄昏之乡 还需要一只手托勇动如心 但我怀尸 依旧无敌于赫利俄斯 短暂的沉默里 浦布刘斯愣在空中 难以理解 所感受到的 乃是一阵发自内心的荒谬和嘲讽 未将这种货色 当作对手全力以赴的自己 感到可笑 这就是丹波之王 这就是天文会最得意的刽子手 这就是米哈伊尔所最钟爱的触媒 这就是搅乱自己造神秘仪的罪魁祸首 简直 莫名其妙 他冷漠地握紧了拳头 你究竟想说什么鬼东西 那一瞬间 随着五指合拢 难以言喻的愤怒 令火焰风暴瞬间破碎 膨胀 伴随着来自神明的震怒 化为了铺天盖地的灼红 向着大地坠落 笼罩了一切 毁灭 从天而降 照亮了怀尸的眼瞳 在那一瞬间 怀尸深吸了一口气 做出了自从踏上赫利俄斯以来 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 奋力地纵声咆哮 向着远方呼唤 骷髅 救我 然后 便有令人无比心安的声音 从耳边响起 在沸腾的水箱中 沉寂的光明王 抬起了那一双心生的眼瞳 好的 阿狗 他说 我来救你了 于是 光明王 巴德尔降临 紧接着 怀尸便被暴风的灼红岩流所吞没了 浩荡的火柱 几乎自上而下地贯穿了赫利俄斯 留下了一道 哪怕是远在陷境 也能够观测到的笔直残痕 而怀尸 毫发无伤 漂浮在半空中 愕然地看着 覆盖在自己周身的那一层薄薄的光彩 宛如水泡一样的流光 覆盖在他的身上 另一切灾害 都无法伤害他 而在他的头顶 则浮现出一个 如同灯火一般摇曳的幻影 一个Q版的骷髅头 还长着金色的墨西干长发 感觉像是什么 MOBA游戏里的混子角色一样 这是什么 这么转 怀尸兴奋地 看着周身之上的光模 感觉自己已经进入了无敌状态 前所未有的安心 真是好厉害 这是我 母亲 真正的那个母亲 遗留给我的祝福 说到这个 骷髅的Q版头像的神情 也复杂了起来 不要太过于依赖 否则的话 会再意想不到的地方 遭灾也说不定 很快 怀尸 就从命运之术的 非夜上的状态栏里 找到一道前所未见的 用烫金色的卢文文字 所书写的注释 万物无伤 世间万物向太阳做出许诺 绝不加害于你 胡继生 以及公元192年之后 诞生的造物除外 怀尸傻了 绝了 胡继生姑且不说 为什么192年之后的东西 就除外了 维巾功夫再强 也比不过羊枪吗 骷髅的语气越发地复杂 大概是因为 那之后 我就已经死了吧 怀尸 无言以对 而天穷之上 来自瀑布留思的杀意 越发地争鸣 巴德尔 原来如此吗 他了然地低语着 军烈的面孔上 眼眸满盈着杀意 当太阳神的威权 被一分为二 此刻赫里俄斯之上 便迎来了两位 截然不同的太阳神 残缺的浦布留思 与不完整的巴德尔 就好像一个奶油蛋糕 从中间切了一刀 左边变成了水果夹心 右边却成了黑巧克一样 截然不同对立在了一处 哪怕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在察觉到对方的瞬间 便会领悟 彼此如出一辙的本质 以及 水火不容的现实 原本独属于 浦布留思的 完整神明状态 太阳神的神作 被加兰德 强行拆分了开来 最终所剩下的 就是两个不完整的碎片 一个残缺的亡魂 还有一个残缺的神明 一个只拿回了神魂 一个只得到了神区 统统都是半成片 傻孩子真可怜啊 神殿里 同姬同情的俯瞰 你看那个表情 就好像千辛万苦 呕心沥血 终于拿到了 东夏大学的通知书 结果又被邮递员 把通知书抢回去了 对不起 送错了 考上的不是你 是隔壁 此刻的浦布留思 已经不再是太阳神了 甚至算不上真正的神明 没有了神明之魂 便没有了 带行天命之掌威权的可能 就好像凡人公务员 忽然失去了编制 变成了合同工一般 再不能称之为神明 充其量 不过是当年 被奥林匹斯忽悠 来打白宫的泰坦而已 这么一说的话 忽然想起来了 同姬忽然回过头来 看向宙斯 当年你们给 赫利俄斯配的那个司机 叫什么来着 死得特别惨的那个 我印象还挺深的 好像是叫做 他想了一下 忽然笑了起来 海伯利安 那一瞬间 瀑布留思抬手 捂住自己军裂的面孔 感受到了 来自灵魂之中的深刻痛楚 那是来自命运的羞辱和嘲弄 不论你究竟做出了多少牺牲 都终究无缘不朽 终究都只是尘埃 尘埃 你们这些该死的 回魂师 他咬牙 指缝之间 展露出星红的眼瞳 难道是我付出的代价 还不够多吗 难道就 非要阻止我不可吗 够了 够了 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切 是时候 结束了 敌人是重生的巴德尔 神明的亡魂 曾经的光明王 既然如此 那么就调动 德莫特尔的领域 外加柔和春之女神的奇迹 基础素材 就采用纳西索斯的水仙诅咒 然后以此为缘 向上追溯 追溯 再追溯 然后 便有无穷翠绿汇聚而至 化为了修长的锋刃 转瞬之间 浦布流斯在那一只手上 完成了弑神之枪 胡继生的再造 作为大宗师而言 针对敌人的漏洞 进行刻意的攻击 原本就是如此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何况 得到神明之躯以后 不过是动个念头而已 此刻的浦布流斯 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大宗师 甚至比 曾经被誉为禁神的罗丹 要更加地接近这一份真髓 死吧 瞬间 胡继生之刃呼啸而至 速度快的怀尸 根本难以反应 只能遵照死亡预感 本能地扭了一下头 紧接着 便感觉到恐怖的风压擦肩而过 足以是神的长枪 便擦着他的胳膊 贯穿了赫丽额丝 刺入了远方木星的恶魔之眼 被那其中永恒的风暴吞没 又迅速地扩散 变成了一点挥之不去的绿色霉斑 哪怕在太空之中 都观测得到 而怀尸 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右臂了 只是一点点的擦碰 甚至血都没有出 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惊悚从心头升起 怀尸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仰头向着骷髅连声催促 快搞他 就是这货窜夺了你的神位 干死他之后 咱哥俩你做大太阳 我做二太阳 连破狗都能做大将军 岂不美哉 问题是 我搞不定他 巴德尔的骷髅露出苦涩的笑容 万物无伤的 加护是来自母亲的馈赠 不需要我动用力量 可除此之外 我也没有力量可以动用了 阿狗 都这个时候 就不要叫阿狗了呀 怀尸快要气哭了 怎么你们一个两个的 都只有声光电效果 结果一点都靠不住的 你们是特效组派来折磨我的吗 可是没有办法 如今复活的 也只有巴德尔的灵魂而已 不具备神力 也不具备威权 更何况 巴德尔自己的威权 没有一个是杀伤性的 说来惭愧 作为阿萨神族唯一的一个奶妈 他 就一个输出技能都没点 往日神区上在的日子里 他也曾经挥舞着战俘 和父兄们 一同在前线奋战 可全家一个比一个能打 根本就用不着 他去燃烧自己的围巾之魂 旁边敲鞭鼓就得了 那怎么办 怀尸傻了 双方圆质之间的交流 只花费了一瞬间 可天穷上 瀑布流丝的周围 已经有无数宛如群星的绿光浮现 那只不过是简单的复制和粘贴 对于大宗师而言 轻而易举的成果再造 到最后 形成了 数之不尽的胡继生之枪 围巾之计 只能靠你了 巴德尔无奈地说道 我还有一个办法 但对你的压力有点 甭管什么办法了 能用赶快用 怀尸快急死了 这时候还怕什么压力 你以为我抗压吧 十级账号是白来的吗 这可是你说的 这话 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怀尸挠头 忽然有一种熟悉的坑爹 急事感从脑中浮现 可是 已经晚了 那一瞬间 巴德尔的颅骨降下 神之魂融入了怀尸的躯躁之中 带着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威 和足以令照亮大地 点燃一切黑暗的意志 入住怀尸的身体 掌控了大四命的奇迹 再然后 顺着圣痕的脉络 来到了怀尸的灵魂和意志之中 彼此衔接为一体 巴德尔主动收起 自己的一切意志和情绪 展开了全部的权限 将这一份源自神明的高贵之魂 同怀尸共享 就在那一刻 怀尸 变成了光 第903章 永恒的终结 上 那并不是什么空洞的形容 而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在巴德尔共享了自己灵魂的瞬间 怀尸的躯壳 就焕发出了难以言喻的哀鸣 圣痕阵 灵魂崩裂 难以维持自我 当这一份来自神明的意志 降下的瞬间 凡人便如同草芥一般 微不足道 人的躯壳 无从承载神明的意志 哪怕是怀尸 被赋予了神性的躯壳 也难以令光明之王的神魂运转 一瞬间 便开始迅速地透明 焕发出纯净而耀眼的光芒 几乎快要溶解 他的意识 好像也融入了光芒之中 突破了躯壳的束缚和限制 扩散向四面八方 以光的速度 驰骋 扩散 笼罩一切 但是 却完全反应不过来 万物万象在不断地塞入他的灵魂中 他的意识根本无从承载 只能被动地作为中枢 将这些巨量的情报 关入命运之书中取 令命运之书的厚度开始激增 以毫秒为单位 记录着这些根本毫无意义的观测情报 很快 命运之书就先与灵魂做出反应 开始清理这些拥育的数据 转瞬消化之后 最终竟然反向 笼罩在怀世的灵魂之中 维持着他的意识完整 这一波呀 这一波是CPU过载 差点爆竹板了 在这剧烈的痛楚中 怀世脑子里竟然开始了再度胡思乱想 集中精神啊 阿狗 巴德尔紧张的声音 从怀世的意识中响起 不要胡思乱想 专注精神 寻找同你共鸣的地方 共鸣 什么共鸣 这个念头浮现的第一个瞬间 命运之书竟然就自行运转了起来 然后 怀世觉得 自己真的变成了一道光 一道贯穿陷阱和地狱的神明之光 在这一片的宇宙真空里 远离了地狱的唯一入口 陷阱之后 怀世竟然绕过了三大封锁的垄断 进入了深度前行 开始下坠 转瞬间 无数流光幻影从眼前飞掠而过 在神魂的加持之下 他的意识笔直的向下 去往了自己未曾想象的深度之中 深度区 凋零区 跨越了禁忌区的范畴 飞入了渊暗区的深处 笔直地没入了那一片黑暗里 无数似曾相识 或者完全未曾见过的奇异景观 从眼前飞掠而过 他看到了无尽之海上的波涛汹涌 熊熊烈焰在中东地区的地狱中焚烧 看到了海中的立围坦 冷眼凝视着另一处地狱的燕空之主 统治者之间的敌意 彼此碰撞 他还看到了白城之外的灯塔上亮起的火光 无数环绕着陷阱的灯塔 正在一座座的被天文会所点亮 然后 看到了那些深度渐渐上升的地狱 孤独的黑暗里 王座上的枯萎之王的眼眸垂落 似是沉思 展开双翼的腐烂之龙 从无数地狱之上掠过 雷光涌动的泰坦之海上 矮人之王吹响号角 千万条战船齐齐拔毛 浩荡的鼓声同雷鸣一起奏响 至福乐土中 至高的神殿里 勾楼的使者宫颈的跪地 吞噬殆尽 战争 好像笼罩一切的战争 就要到来了 每一个地方都在磨牙损血 迫不及待 在无数交错的影像 他心中一动 又好像看到了一片 繁复庞大到无法理解的诡异迷宫 还有从其中 正缓缓升起的猙獰暗影 千百条处须慢卷着 在尸山血海中饥渴的咆哮 然后 被一个浑身肌肉的老头 随手打爆 像是饭后六弯一样 察觉到了来自远方的窥探 便不快地回眸 仿佛能看到光芒之中的怀尸 他的眉头皱起 很快 便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比划了一个加油的姿势之后 便转身 走向了迷宫的更深处 消失不见 等怀尸回过神来之后 已经来到了未知的地狱里 而当他再度抬起头的时候 便看到那个尘埃里沉睡的消瘦身影 让他愣在原地 在那之前 一双漆黑眼眸便已经抬起 风锐如铁的沙翼 抵在了他的喉咙 心口 后背 四肢 乃至全身的每一个要害 杀意和诅咒 自熔炉中锻造为金属 试杀一切 可在察觉到来者身份的时候 金属又随着杀意 一同消失不见 转为了难以言喻的困惑和茫然 这是 驻日者 怀尸下意识地抬起右手 展示着已经同灵魂融合的铸造熔炉 举世仅存的两个铸造熔炉之间 迸发悠久的回声 巴德尔的神魂 竟然将自己的灵魂 带到了这个地方 可深度前行所 带来的负担太过于庞大了 已经无暇 在思索其中的关爱 时间短暂 怀尸脱口而出 能不能帮个忙 不等他继续说话 他的灵魂 就被无形的力量拉扯着 不由自主地开始迅速上升 飞快地回归 再度回转了自己的曲窍 只不过 弹指一瞬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这依旧无从改变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在天穷之上 足以是杀神明的杀意 从天而降 数之不尽的胡忌生之枪 化为了漫天的碧绿群星 遍布漆黑的宇宙背景 现在 群星已经锁定了怀尸的存在 如同暴雨那样 呼啸而来 怀尸的眼前一黑 玩犊子了 可紧接着 巴德尔便发出欣喜的呐喊 接上了 在那一瞬间 由光明之王的灵魂所幻化 而成的万兆地狱光纤再度接续 令地狱和陷阱之间 出现了一条笔直的通路 也令来自地狱最深处的威权 以光的速度 与陷阱展现 有浩荡的钟鸣从远方迸发 沉寂的黄昏之乡轰然鸣动 昔日铸造者们所缔造而成的万事之机 再度迎来了主宰者的命令 然后 开始了预想之外的变化 就好像名为怀尸的账号 在瞬间再度被接管了 花费了不足一个瞬间的时间 适应了这一句有些逼走和累赘的身体 然后又花费了一个瞬间 再度理解了发生了什么 最后 再花了一个瞬间 轻描淡写地得出了解决的方案 并且 予以实施 然后 庞大的钢铁城市迸发巨响 无数齿轮飞速地旋转 装甲脱落 甩去了雷坠的结构之后 浮现了哪怕大宗师都未能掌握的全新变化 无数巨大的设施 如同钢琴剑那样起落 间隔了数个纪元 和千万年的时光之后 再度奏响了赞颂之歌 恍惚中 怀尸感觉自己 站在了演奏席之上 面对着眼前的交响乐团 不由自主地抬起了手中的指挥棒 挥落的瞬间 铸造熔炉中就流出了亿万条繁复的指令 覆盖了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环节 当这一切重叠在一起之后 就变成了最简单的赤领与秘语 向黄昏之乡传达自己的意志 激活了隐藏在最底层的指令 告诉他 至上者归来 紧接着 崩塌的巨像从每一个角落中响起 甩去了一切累赘 放下了所有的拥有 归回最原本的面貌和最基础的建构 当群星未曾落下的时候 黄昏之乡已经在崩溃之中荡然无存 涌动如星从正中断裂 脱去了雷坠的心海 只有无数方滚的铁光宛如波澜 腾空而起 从四面八方环绕而来 将槐狮笼罩在了其中 再然后 胡继生的星辰暴雨 从天而降 宛如转瞬间 有无数苍翠的巨树 从赫里俄斯上拔地而起 那是胡继生之枪爆发时 所形成的火焰之云 可紧接着 涌动的火焰 就被干脆利落地 从正中 展开 因为有塑冷的铁光 从其中升起 无数鸭语重叠而成的 刚之双翼缓缓展开 宛如要将整个天地 都囊括在其中 铸造的火光笼罩在其上 来自地狱的铸造 还在继续 以黄昏之乡的主体 和天狱堡垒的骨架为基础 附着在槐狮的躯壳之上 重新再造 最后构成两米余高的庄严甲昼 身体再造 涅槃蜕变 均衡天平 造化天宫 负均衡 超载共振 混沌星链 挥之升华 三项转换 以至于 最终的 万元归一 集合了十三位 铸造之王的独有记忆之后 所形成的 乃是号令黄昏之乡的权杖 曾经槐狮只在驻日者身上 才见过一次的至上权限 涌动装甲 齿轮皇帝 可这和驻日者自身的权限 却截然不同 没有涌动卢星的永恒动力 而是以槐狮的铸造熔炉为核心 以天狱堡垒的实体和奥西里斯的惊魂再造 但是 也同样具备着 对黄昏之乡绝对的操控权 如今的槐狮 相当于将整个黄昏之乡都穿在了身上 当他感受到 汹涌澎湃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从熔炉之中迸发 便油然地产生了明雾 如今的他 作为黄昏之乡的主宰者 已经具备于驻日者等同的力量 这便是驻日者所借出的威权 此刻 当他再度抬起眼瞳 看向同自己平起的瀑布流失时 眼前的屏幕上 就源源不断地浮现出了各种数据和图标 侦测到底意讯号 探镜侦测完成 敌人正体判明 未知神明 残缺 侦测到太阳领域神性 明河模式启动 相位转移装甲搭载完毕 至上审判之刃 赫鲁斯重构开始 来自 银王的智能中枢重新上线 无数数据变化 浮现又消失 最终 变成了无比简洁的UI界面 那一瞬间 齿轮皇帝的钢铁面孔上 沉寂的双眸中亮起了庄严的灰光 钢枝双翼展开 喷出耀眼的燕流 从地狱中重生的庄稼 翱翔于宇宙的真空之中 手中燃烧的利刃 瞬间贯穿了16重防御 近在咫尺 当剑刃斩落时 浦布流失的胸前 便裂开了一道惨烈的缝隙 道飞而出 转瞬间 原本任人宰割的对手 竟然退去了伪装 变成了地狱所钟爱的怪物 近似神明的统治者 浦布流失的表情抽搐着 满是茫然和不解 还有难以掩饰的 困惑 在他的身后 炼金矩阵在虚空中蔓延 再造出了神迹刻印 太阳之怒 可喷不而出的太阳风暴里 那可足以将凡人焚烧殆尽的日冕物质 竟然在那一道剑刃的批斩之下 被干脆利落地斩裂 迅速地消散为原质 不论如何穷搜记忆 都无法将记忆中的资料 和面前的诡异之物 画上等号 也无法理解 为何光明之王会忽然之间 变成这般模样 甚至就连神明之躯 竟然也被对方所创伤 太多的未知了 太多的变化 太多的不合理 令他完全无法理解 甚至感受到了恐惧 他瞪大眼睛 嘶哑地质问 你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竟然不先从姓名开始吗 地狱装甲之下 传来了嘲弄的声音 我的身份 你应该一清二楚才对啊 浦布留斯 我是怀尸 天国谱系的怀尸 从那么多称号里 选一个你喜欢的吧 如果你实在无法理解 这样的状况 那我可以用你听得懂的方式来解释 那一瞬间 重重日眠的投影 在突进的装甲面前被撕裂 无奈 祝日者 有沙哑的声音 从浦布留斯的耳边响起 审判之光 在剑刃之上炽热地燃烧着 照亮了他的眼瞳 无奈 齿轮皇帝 奥西里斯 第904章 永恒的终结 中 齿轮皇帝和海伯利安的力量 碰撞在一处 令浦布留斯的面孔上 再度浮现出一道裂痕 紧接着 在浦布留斯的怒吼中 一面古老的盾牌 从他的面前凭空浮现 紧接着化为了万丈城墙一般的虚影 毫不留情 将怀尸的力量 城被反击了回来 神迹刻印 埃阿斯之盾 随手地造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御之后 浦布留斯再度挥手 口中迎送 为这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于是 地壳翻转 庞大的城池 凭空从铁和土石之中浮现 竟然从四面八方合围 将怀尸牢牢地封锁在其中 无数罪孽化为了如有实质的枷锁 不容许它挣脱 紧接着 岩粉如暴雪那样凭空涌现 然后流磺与火的大星 从天而降 将怀尸同那一座 满营着罪孽的城市 彻底覆盖 毁灭的火光如潮扩散 而锋锐的岩之柱 如丛林一般 从地上长出 神迹刻印 所多马之陨落 再然后 残缺的日轮 从浦布流丝的身后一闪而逝 紧接着 数之不尽的火焰灰光 呼啸着坠向了大地 从恒星运转中 所抽取出的 等离子体云所凝聚成的箭矢 接连不断地坠落 每一道都在大地上 点亮了此起彼伏的火光 当高温消散之后 取而代之的 便是神将的瘟疫和猛毒 神迹刻印 不够一样 瀑布流丝毫无间隙地抬起手 指向了天空 来自大宗师的秘遗 全力运转着 以自我的神明之躯为核心 再度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 降下天灾 在那一只手所指的地方 宇宙的黑暗 竟然凭空被撕裂了 像是天穷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从其中源源不断的明河之水 化为洪流 喷泊而出 带走一切灵魂的死者之河 在赫里俄斯之上肆虐 又很快 化为幻影消散 在那之前 无数雷光交织成的雷霆风暴 就再度笼罩了一切 这就是具备神明之躯之后 大宗师的破坏力 往昔 需要借用复杂密遗 和无数先决条件的神迹刻印 随意地挥洒而出 毫无任何的压力 在短短的半分钟之内 第七个神迹刻印 就已经从空中降下 然而 一切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刀山火海雷鸣电闪过后 大地之上的怀尸 依旧完好无缺 在他的面前 不断重生的厚重钢铁壁杖 骤然消失不见 确切地说 是化为了灼热的钢铁蒸汽 紧接着 又迅速收缩凝固成形 无数零件凭空构成 彼此卯合 最终沉重的巨炮 指向了天空 这是令锻造之物 自由地在液态 固态和气态之间 转化的三项转换 以及令一切造物完美运行 不会出现任何漏洞的 造化天弓 两种铸造之王的绝技 结合为一之后 便形成了这一领人 瞠目结舌的场景 在祝日者所赠送的 统治者的现实体验卡生效期间 怀施可以随意地调用 十三位铸造者之王的绝技 无需学习和适应 宛如天生掌握一样 弹指之间 将奥西里斯的相位护盾 重铸为明河主炮 紧接着 是能够无止境提升承载上限 负均衡 与通过超载 来成倍提升威力的超载攻阵 以混沌星链 锁定敌人的所在 赋予毕中的效果 随着怀施的弹指 炮堂之中的荷鲁斯之刃 便化为了炽热的闪光 撕破宇宙的深邃黑暗 贯穿了层层防御之后 在埃亚斯之盾的神迹刻印上 留下了一道深邃的缺口 贯穿了 浦布刘斯的胸膛 完美的神之躯体 再度浮现出惨烈的创伤 收手吧 阿浦 外面全都是天敌 怀施伸手 令明河主炮的轮廓再度消融 化为了重生的荷鲁斯之刃 燕光自剑刃上迸射而出 遥遥锁定了对手的面孔 震慑 所以 打个商量怎么样 他说 作为天文会的二等五官 我向你保证 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 我给你争取宽大处理 如何 你应该知道 你没有胜利的可能 实际上 当怀施和他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输了 或者说 当怀施具备伤害他的手段时 浦布刘斯就已经注定败亡 从神明和凡人之间的战争 变成半成品和半成品之间的战争 铸造者和炼金术师之间的战争 不论在外的表象如何变化 根据别西普的计算 哪怕失去了完整的神明智慧以后 浦布刘斯和怀施的实力差距依旧悬殊 只不过是从10比0变成了7比3而已 胜率则变成了9比1 可惜 那个9是怀施 哪怕对手是大宗师也一样 倘若以强凌弱的斗争方式 是独属于大宗师的特权 那么 以弱胜强 就是怀施所专长的领域了 要是堂堂天文会双花红棍 连个老头都打不过 不如早点退休 回家结婚养小孩吧 何必再施以怜悯呢 怀施 简直 多此一举 浦布刘斯吃笑着 俯看着他的面孔 我已经在生命的囚龙之中太久 不劳天文 会再费心 为我筑起高墙 劳狱 他早已经身在其中了 从生下来开始 从西德第一句话语开始 他所感受到的 并不是欢欣和兴起 而是无时不刻的窒息 在孕育过程的三个月 被诊断宫外孕 五个月时候遭遇袭击 第六个月 被诊断发育畸形 器官缺失 中间伴随着 数次流产边缘的挽救 以及两次秘移矫症 和一次手术 甚至 就连母亲在分娩时 都遭遇大出血 险些死去 这个如今 名为浦布流丝的男人 生来便命途多舛 当他第一次 睁开眼睛的瞬间 每一个人都为 这个数次险些夭折的早产 成功诞生 而感到快乐的时候 可他所领悟到的 却不是对生的欢欣 而是对死的恐惧 那是应刻在灵魂之中的惶恐 无法自欺欺人地 去告诉自己 时光漫长 因为永恒的终点 正在不断地逼近 不断地提醒他 这生命如露水一般的短暂 不论学习了多少道理 不论掌握了怎么样的记忆 可对死亡的绝望 却与日俱增 无法见面 哪怕在充满奇迹的 克里俄斯之上 也得不到丝毫的慰藉 反而越发的苦闷 越发的备受折磨 随之而来的 便是愤怒 哪怕是无数的戒律和法则 哪怕是天文会的囚禁 也无法消磨的愤怒 这一份对生命的愤怒 随之而来的 是对不朽的渴望 早在觉醒这一念头的瞬间开始 瀑布刘斯便发誓 绝不会停下 哪怕眼前阻拦自己的是整个世界 他要从这一座 名为生命的监狱中离去 何必呢 怀师叹息 大家谁不是这样呢 那就非要如此的死去不可吗 就因为你们都一样 凭什么 瀑布刘斯嘶哑地尖笑了起来 我只是想要去龙子外面的世界而已 难道就一定要阻止我吗 喂 瀑布刘斯 怀师默然地反问 我估计也不论你之前所犯下的事情 但你应该清楚 自己这么做的后果吧 不惜杀死陷阱 换取自己的存留 这种事情 有哪门子道理 可讲啊 杀死什么东西 来换取自己的延续 这难道不才是人类吗 怀师 我只是 做了和你们 和天文会一样的事情而已 瀑布刘斯的军裂面孔上 浮现出了古怪又嘲弄的神情 不论你说什么 怀师 我已经逃出了那个牢笼 绝不会再回头一步 谁都无法阻挡我 怀师 他的眼瞳里 燃烧着星红的火 沙哑嘶吼 哪怕是神也不行 真奇怪啊 瀑布刘斯 短暂的沉默后 怀师忍不住摇头 无可奈何地叹息 明明渴求不朽 却又为何 那一瞬间 他抬起了满载沙翼的眼瞳 自寻死路呢 烈光迸发 在他的手中 和鲁斯之剑剧烈地震战着 无数模块拓展 凭空增长 自铁的束缚 之中解放 形成了长达数百米的光之洪流 齿轮皇帝 奥西里斯过在运行 明和模式开启 以光明王的神魂加持 此刻 审判之剑 从天而降 撞破了虚空中涌现的浪潮 齿轮皇帝展开钢之双翼 伴随着数百个驶辆 喷射的加速 翱翔在太阳战车之上 向着残缺的神明 再度 斩下 浦布流斯大笑着 再无任何的犹豫和畏惧 昂长繁复的咒纹和吟诵 压缩至一瞬 化为了尖锐又刺耳的声音 神迹再度降临 并随着他的操控 开始了再次的自我增值 复制 转写 再形成 当浦布流斯紧握成全的五指展开 从他身后的虚空中 无数火光凭空涌现 在重重符文和矩阵的笼罩之下 那些神造的微型太阳 在迅速地分裂 随着浦布流斯的指示 向前飞出 紧接着 在那烈光之剑下 迅速地破灭 像是泡影一样 只有恐怖的冲击和炎流 从其中喷布而出 自那猙獰的假咒上 留下了一道道漆黑的灼痕 那庄严的武士展开了铁与钢的双翼 手握着烈光 视如破竹地向前 斩掠了面前一切的阻挡 向着大笑的敌人发起挑战 就好像 来自神话中的场景重演 勇者和恶龙之间的残酷斗争 再次降临 千疮百孔的赫丽俄斯哀鸣着 不断浮现烈袭 可燃烧在上面的光焰 却越发地赤胜 来自太阳神和太阳神之间的战斗 已经演进到了最高潮 第905章 永恒的终结 下 当化为铁壁的神迹刻印 被齿轮皇帝撞碎 死亡 便扑面而来 瞬息间 审判之剑刺入了 浦布刘斯的胸膛 横扫 连同心脏和左臂一起撕裂 珍贵的神之躯翘 四分五裂 手臂飞向了空中 可紧接着 浦布刘斯残存的右手 却死死地握住了他的手臂 以自己的血 诅咒这一柄审判之剑 令燕光熄灭 那一条坠落的左臂迅速地变化 再造 形成了一道饱含诅咒的血色之剑 撕裂了怀尸的甲咒 将他的躯翘贯穿 令大片的身体迅速地脆弱 结晶化 浮现烈性 浦布刘斯大笑着后撤 可是被他握住的那只手 却反过来 死死地抓在了他的手腕上 当他愕然抬头 便发现 而彼此之间 已经近在咫尺 破碎的面甲之下 怀尸咧嘴 这算是什么 宋菜上门 极易地雷鸣迸发 一拳 捣碎了浦布刘斯大半的头颅 令那一张面孔彻底残缺 可当怀尸再度握拳的时候 却发现 手中紧握的那条手臂 竟然也断裂了 就像是壁虎断尾一样 浦布刘斯主动撕裂了 自己仅存的右手 从空中坠落 速度迅速地加快 想要拉开距离 但是不会有用 怀尸的手中 愤怒之腹地轮廓浮现 背后铁翼喷涌热流 俯冲而下 可在那之前 意识中想起了 来自巴德尔黄吉的提醒 等等 他紧张地说 不要用别的武器 叫阿栋来 阿栋 怀尸愣了一下 手中的愤怒之腹 消散无踪 取而代之的 是重新转化为 钢铁的贝西摩斯 苦痛之锤 可现在 随着怀尸的俯冲 巴德尔的神魂 竟然运行在苦痛之锤上 带来了来自 北欧神系的至上赐福 令那猙獰的狼兽之炉 再次蜕变 随着神性的运转 越发猙獰 狂暴的气息 从其中紧喷而出 令整个世界 都染上了一片血色 在巴德尔的加持之下 那已经不再是 纯粹的原制武装 甚至无法称之为 边境遗物 而是呼应了 某种陨落威权的 恐怖存在 这才是区别于 巴德尔这样的怪胎 真正属于 北欧神明们的姿态 绝不温和 而是残忍又冷酷 宛如吞没世界的 冰冷风霜一样 此刻 活化的兽性之魂 在咆哮 令垂首之上 环绕亮起了 代表灭绝的光环 终结一切光明 缔造永恒的黑暗 这是将世间万物 都吞吃殆尽 哪怕是太阳 也要吞入腹中的 永恒贪婪 神魂蜕变 芬里尔 真是 纠缠不休 在半空中 浦布流丝的残缺独目中 浮现绝燃 断裂的双臂张开 不顾一切地 催动着这一具 神明之躯 令日轮的投影 再度浮现 炼金矩阵 再度凭空浮现 投入了近乎一切的力量之后 浦布流丝的躯窍中 喷出了 源源不断的耀眼火光 那是超越了 人类想象极限的恐怖变化 令赫里尔斯 瞬间烧成了赤红 暴力的光芒 飞向了四面八方 将一切点燃 他将自己真正地 变成了太阳 可黑暗 从天而降 齿轮皇帝再度加速 笔直地扑入了 那一片无穷劲的热量中 痛处中 倾尽了所有的原制 举起了化为终结的铁锤 只此一击 以人世的苦痛 将神明击坠 怀世嘶哑地咆哮 你的永恒 该终结了 浦布流丝 那一瞬间 燃烧的太阳 轰然破裂 在巴德尔的神魂赐服之下 芬里尔的力量 穿透了堪比恒星的高温 随着怀世一起 悍然击碎了其中的核心 那一道残缺的日轮 随着太阳的崩溃 恐怖的高温化作洪流 随着碎片 一同飞向四面八方 整个黑暗的宇宙 好像都被照亮了 但紧接着 一切又都消失无踪 随着芬里尔的大口张开 一切光芒尽数消失在了 那一张看不见底的口中 就连太阳 也被彻底吞吃 只有一具迅速破碎的躯壳 随着怀世的践踏 一同从空中坠落 砸在焦热的大地上 感受着神明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从身体中流逝 浦布流斯努力地瞪大眼睛 可破碎的眼瞳 看不见更多的东西 只能看到那个 近在咫尺的猙獰黑影 还有他手中 再度举起的燃血之锤 还想说点什么吗 浦布流斯 怀世嘶哑地问 浦布流斯张口 欲言又止 最后变成了自嘲的冷笑 闭上了眼睛 在芬里尔的轰击之下 彻底化为了尘埃 很快 来自巴德尔的加持 也缓缓消散 齿轮皇帝迅速地崩裂 只留下了 一地碎片中完整的银王 兄啊 你的统治者 体验卡到期了 别吸补遗憾的感慨 要不咱再去找 诸日者蓄个费吧 你牺牲一下 出卖一下色相 咱俩还能继续快乐开高达 快乐个屁啊 怀世苦笑了起来 总感觉 每次开机甲 都没有好事啊 他艰难地喘息着 可是濒临极限的躯窍 却无法再维持清醒 他张口还想说话 可困倦和昏尘 已经扯住了他 将他的灵魂 拖往了漫长的迷梦之中 只记得 在倒下之前 有一个人扶住了自己 小心翼翼地 将他放在了地上 辛苦你了 那个柔和的男生对他说 之后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于是 怀世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陷入沉眠 赫里俄斯另一端 同样的黑暗天幕之下 在残缺的海谷之塔的下方 废墟中 赫迪缓缓地收回了手掌 陷入了沉默 在他的面前 那一具重铸的躯体 再度陷入了崩溃 死亡如影随形 无法摆脱 放弃吧 我没救了 浦布流斯最后的分裂体 平静地说 分裂得太多了 已经超过极限了 被神明所杀死 看样子 已经没办法再维持 意识的结构了 沉默里 赫迪没有说话 只是依靠在墙壁上 无声叹息 而浦布流斯 端倪着他那一副疲惫的样子 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什么可高兴的吗 赫迪冷漠地问 没有 其实 就是想要高兴一下 毕竟再不高兴 就来不及了 浦布流斯说 迦兰 那个家伙时常说的 即是行乐 对吧 抱歉 赫迪 浦布流斯说 终究是还差了一点 蠢货 为什么不逃走呢 赫迪冷声问 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 面对天文会 哪怕成为神明 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吧 他问 为何不带着成果 直接离开这里 说什么傻话 赫迪 浦布流斯摇头 仰望着空荡的宇宙 轻声说 不朽已经近在咫尺 我又怎么可能 转身离去呢 太久地追逐了 太久地渴望了 竟然让人感觉 只要能够成功 什么都没有关系 哪怕 前面并没有不朽 只是死路一条 真可笑啊 追逐不朽和永恒的人 反而因此而变得短暂渺小 可是不知为何 却感到很开心 浦布流斯正正地 凝望着那一片星空 忽然问 赫迪 我们的愿望 实现了 对吧 哪怕只有一瞬间 我们的愿望也实现了 不是吗 赫迪移开了视线 缓缓地点头 嗯 于是 浦布流斯的神情 就变得轻松了起来 谢谢你 他说 不用谢 赫迪摇头 这是我应当做的 浦布流斯愣了一下 忍不住 被逗笑了 大笑 蠢货 这世界上 难道有人生来 就应该去做什么事情吗 浦布流斯摇头 学学你的哥哥吧 赫迪 都死过一次了 还不能为自己而活吗 赫迪皱眉 不快地瞪过来 没有他的话 这一切 又怎么会沦落到这种程度 然后 你又叫我学他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知道 浦布流斯平静地说 可是他成就了我呀 赫迪 就像是你成就了我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那个垂死的男人 贪婪地凝视着群星 轻声呢喃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笼子里 却都渴望着 别人笼子里的东西 都想要逃出去 可最后 却都回到了原地 这一切 难道也都是命运的一环吗 真可笑啊 够了 赫迪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到如今 对一个复制体说这些 有意义吗 当然有啊 赫迪 浦布流斯认真地回答 不再去看他太过耀眼的星空 而是用力地撑起了眼瞳 看向身边的那个人 郑重地告诉他 你不同样也是 我的朋友吗 赫迪愣了一下 想要吃笑着反驳 可是却看到 浦布流斯抬起的手指 无形的力量 束缚了他的身体 细弱游斯的矩阵 在浦布流斯的指尖 缓缓地蔓延开来 用尽了最后一滴的神明之血 强行将深度之间的距离打通 为他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 在恍惚之中 像是有锁链崩裂的声音响起 那是刻入了一时最深处的戒律 在军裂 曾经的炼金术师们 遗留下的强制使命 迅速地消散 荡然无存 这是由大宗师 浦布流斯所缔造的 最后的奇迹 喂 当赫迪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已经来不及 他被那无形的力量拉扯着 迅速地脱离了赫里俄斯 向着地狱之中飞去 不要活在笼子里 赫迪 到笼子外面去 浦布流斯微笑着 在那一扇门轰然关闭之前 轻声道别 我的朋友 请你 去寻求属于自己的未来吧 哪怕整个世界阻拦在你的面前 哪怕失去一切 哪怕这一份未来通向地狱 也没有关系 你要学会为自己而活 去寻求属于自己的意义 倘若在往后的余霞中 偶尔回想起如今的这一切 倘若你还能记得我 记得那个渴求着不朽 却因此而灭亡的可怜虫的话 就大声发笑吧 嘲笑那个不自量力的蠢货 最后 请你 为我哀悼吧 就这样 伴随着最后的祈愿 那一线微光缓缓消散 浦布流斯 轻叹着闭上了眼睛 平静地迎来死亡 再无恐惧 这短暂的永恒 就这样 告一终结 第906章 倪生的故事 漫长沉睡 像是永无止境 可在昏尘和昏尘的间隙 怀尸却被来自身旁的声音惊醒 睁开眼睛 看到了破碎的天花板 是在哪一处 已经废弃的神殿里 透过坍塌的屋顶 便能看到闪耀的群星 丝毫不像是 身在遥远的太空 仿佛还置身于陷阱的某处 在他身旁 篝火正在旺盛地燃烧着 暖意洋洋 怀尸试着 活动了一下身体 紧接着 却感觉到 深入骨髓的各处剧痛 难以动弹 甚至连半截身体都没有感觉了 妈了 因为有一条比摩托还大的哈士奇 半截屁股压在他的胸口 正烤着火 睡得天昏地暗 酣声震天 鼻涕泡吹得硕大 口水在地上都积蓄了一大滩 睡梦里 尾巴正有一下眉一下地扫着他的脸 令怀尸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 掀起地把狗尾巴 连带着那半截屁股推到一边去 终于能够轻松呼吸了 再晚醒一会儿 怕不是要节制了 怀尸倒吸着冷气 忍痛撑起身体 倚靠在墙上 看向四周 空旷的神殿还未曾整理 神明的塑像已经荡然无存 只有在门口的方向 传来了谈话的声音 是伊兹和另一个人 这位美洲的跪鞋再没有抽血加 而是站在台阶下面 低着头 像是聆听着训诫和教导那样 请替我转告玛玛基里亚 那个背对着怀尸的身影伸手 从她的手里 接过了小小的盒子 感谢她的遇见与关怀 只可惜 我无以回报 我会的 伊兹正中汗手 察觉到怀尸看来的目光 便微微一笑 向着面前的神明府凶行礼 那么 再一下就不再多加打扰了 啊 这就走了吗 不多坐一会儿 稍等一下 巴德尔魔术一样 从空气里抽出了一个巨大的坛子 放进了伊兹的怀里 难得来一趟 带点蜂蜜酒回去吧 我前几天才新鲜酿的 放在你们那个窖 冰箱的东西里 应该可以保存很久 不过过期之后就不要喝了 到了吧 会拉肚子的 啊 伊兹抱着酒坛子 表情抽出了一下 汗手 请 容许我告退 好的 巴德尔汗手 可伊兹还站在原地没走 像是在等待什么一样 看到巴德尔毫无反应之后 便愣了一下 欲言又止 对了 差点忘了 你们进见的流程 巴德尔抬起手 一拍脑门 终于想了起来 直接伸手在酒坛子里沾了沾之后 撒了两滴在伊兹的脑门上 远方的旅人啊 我赐福于你 祝你 祝你 他想了半天 认真的说 祝你家的好酒 多到喝不完吧 看上去十足随便 但实际上万分真诚的赐福 就这么搞定了 伊兹的神情复杂的难以言喻 就从没见过这么实诚的祝福 而且 他也用不着祝福啊 传承跪邪的上族 想要醉死 可太简单了 哪里会有喝不到酒的时候 可毕竟是神之的祝愿和赐福 静见的凭证 作为使者 哪里有他挑来挑去余地呢 只希望马马基里亚 能喝得灌着罐子蜂蜜酒吧 就这样 来自美洲的伊兹 抱着巴德尔赠送的伴手礼 后退了几步 苦笑着转身离去 而在神殿前面 那个映照在灰光中的身影 终于回头看了过来 微笑着 神圣又庄严 只可惜 范围并不包括头顶上 那一顶金色墨西干头发 看上去就分外出戏 让怀尸忍不住想要 给他拽下来 你就不能晃个发型吗 怀尸摊在墙上 无奈吐槽 生来就是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 习惯了 巴德尔耸肩 回到他旁边 盘腿坐下来 打开旁边水缸的盖子 自己满满地 倒了一大杯的蜂蜜酒 还给怀尸也塞了一杯 仰头 一饮而尽之后 就像是肥宅喝了快乐水一样 满足地长出了一口气 真好啊 现在的世界万岁 天文会万岁 怀尸的表情 顿时也抽搐了起来 这货究竟是光明之神 还是哪里来的死寨啊 喂 你好歹拿出一点 作为神明的派头出来好吗 可我本来就是 最不像神的那个啊 巴德尔尴尬挠头 岂止不像神 连个围巾人都不像 以前没少因为这个被我爹说 这样下去的话 凡人很难会敬畏我呀之类的 不过 要我说 敬畏不敬畏都没有关系 大家能一起喝酒吃肉 才是最好的 有道理 怀尸点头 喝酒吃肉 才是最要紧的 对吧 巴德尔愉快地笑了起来 干杯 卡帕 清脆的声音响起 不是从碰杯的地方 而是从巴德尔 越发虚幻的去窍中 怀尸动作停顿 察觉到了不对 巴德尔渐渐窘迫 有些不好意思地一开视线 哎呀 这么快就要来了吗 比原本预计的快了好多 卡帕 又是一声清脆的声音 他低下头 看到胸前的裂隙 在他的体内 那一道残缺的日轮 缓缓运转着 散发出越来越赤胜的灰光 好像正在 生长 相较怀尸之间 所看到的 一半 已经恢复到了三分之二的程度 而且恢复的速度 好像还在加快 明明应该是好事才对 可怀尸却从巴德尔的脸上 看到了丝丝缕缕的不安和抗拒 忽然之间 他体会到了一种 微妙的湿众摇晃感 就好像 置身于开始加速的列车上一样 怎么回事 怀尸皱起眉头 看来只靠阿栋 是锁不住那一部分我的呀 巴德尔无奈地摇头 在怀尸身旁 沉睡的破狗 缓缓地翻了个身 毛发中不断有 丝丝缕缕的亮光吸出 向着巴德尔飘去 那是属于光明王的力量 本应该早就回归于他的力量 这个 如你所见 好像咱们快要掉到陷阱去了 巴德尔甘大地笑了一下 抱歉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 无法抗拒 这一份来自陷阱的吸引力 随着巴德尔的逐渐恢复 神髓之柱的引力 也开始渐渐增强 拉扯着他的存在 吸引着他回归 这是来自天命的束缚 不论是巴德尔 还是普布留斯都一样 哪怕普布留斯已经死亡 可他的造神秘遗 却已经成功了 失去的神明迎来复活 倘若不及早控制的话 在引力的拉扯之下 赫利俄斯将再度从停滞状态恢复运行 开始无止境地加速 以本身的质量和神明之作 引发对陷阱和三大封锁的巨大冲击 正因如此 巴德尔才会让怀尸以神魂加持的芬里尔 吞吃烈日 而不是杀死之后 让他回归己身 只可惜 芬里尔的神迹刻印 也无法拖延太久 没想到 有一天会因为坠落王啊 倒也同神明高高在上的样子相配 巴德尔自嘲的叹息 原本还打算蒙混过关 想要回家看看呢 可惜 家太远了 他说 来不及了 等等 巴德尔 怀尸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生怕他就这么消失 等一下 未必没有解决的办法 不 我只是忽然想明白了而已 巴德尔平静地笑了起来 告诉眼前的朋友 我的家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 怀尸 我的家已经没有了 这个世界 就已经没有他的家了 从数百年前开始 怀尸陷入沉默 无言以对 也找不到什么话 去安慰他 哈哈 不要这么沮丧嘛 巴德尔拍了拍他的肩膀 反正就算不回家 也没有关系 其实 在之前的时候 我曾经在赫里尔斯的放映室里 看过一个小片子 他回忆着那些记忆中的残影 出神地说道 是说在海上 有一个孤独的老头 住在很高有很多层的房子里 生活平静又安宁 但海水每年会往上涨 所以他必须要向更上层修房 时间一长 所有的房子堆积在一起 就会像是积木一样 等海水涨上来 曾经的居所就被淹没了 连带着过去的家具 曾经的回忆 照片一起 等到有一天他默然回首的时候 水下是已经被淹没 和遗忘了的庞大城市 他就明白 过去的一切都将消失在海中 所以 我觉得这一次能住在船上是好事 巴德尔释然地耸肩 至少不用再去想海里的老房子了 对吧 怀尸没有说话 可寂静里 尸重的摇晃感再次加强了 赫里俄司开始加速了 看来 我得走了 怀尸 巴德尔伸手 从口袋里捧出了一只 阴阴明娇的小白鼠 放进怀尸的怀里 最后帮我一个忙 替我照顾好它吧 鱼丸很喜欢你 你们一定可以合得来 怀尸张口想要说话 可是昏尘的感觉 却越发地强烈了 来自神九之中的力量 浸透了灵魂 弥补着他的损伤 却令他的意识 再度开始昏尘 酒杯从他的手中落下 他用力地撑起眼睛 想要看清眼前的轮廓 等一下 总要说再见的 怀尸 巴德尔回头望着他 白手 就当我出了一个远门吧 不必相送 那里 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却没有回头 只是轻声道别 你要归去人世之间 怀尸 他说 去你的所爱的人身边 不要叫他们死 要叫他们都能活 再然后 黑暗袭来 就这样 巴德尔小心翼翼地切断了 和怀尸的连接 维持着他灵魂的完整 走出了大门之外 最后 眺望着那些摇曳的星辰 当他打开了口袋里 那个小小的盒子 捧起其中的呼吸声的时候 神情却陷入了挣扎和犹豫 好几次 都咬牙下手 可却没有勇气下定决心 说来丢人 他怕痛 直到身旁 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下不了手的话 要我帮忙吗 说话的 是依靠在神殿廊柱上的铜鸡 巴德尔如蒙大赦 尝出了一口气 那可就太谢谢你了 没关系 我是善解仁义 又好心的大姐姐吗 铜鸡接过了呼吸声 向他眨了眨眼睛 况且 我家的契约者 可有劳你关照了呀 这个时候 就不用宣誓主权了吧 巴德尔摇头 有些唏嘘 真没想到 是你来送我最后一程 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吗 铜鸡低头 把玩着手中那一支呼吸声 却并不急着动手 反而忽然问道 喂 巴德尔 你知道 命运这种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吗 嗯 巴德尔不解 想了一下之后 嗯 未来 还是注定发生的一切 谁知道呢 铜鸡随意地说道 常人敬畏命运 因为其不可知 而神之敬畏命运 是因为其不可控 不论你怎么公于心计的安排 却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问题 你的父亲就因此吃了大亏哦 听上去真让我这个当儿子的 有些难堪 大家都吃过一样的亏 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铜鸡停顿了一下 郑重地说 不过 据我所知 在有些时候 在有些重大的时候 命运本身也是会被干涉的 干涉 巴德尔摇头 被干涉之后的命运 还是命运吗 说不定他注定被干涉呢 是吧 反正一个模棱两可的东西 怎么解释都解释得通 不过究其本质的话 就会感觉他其实表里表气的 一点原则都没有 铜鸡说 因为他会站在赢家那一边 准确地说 是站在更重的那一边 他本身就像是一个奇怪的天平 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黑箱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 应该是处于事项的叠加态之中吧 听上去可真是太科幻了 和我们这些 神一点都不沾边 可一旦两种命运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便注定会有一种命运被压垮 当叠加态开始坍缩的时候 更强的观测者会取得胜利 所以 就会有极小概率的事情 在细节上发生 导致源源不断的变数 一方看起来九死一生 却有成功的可能 但实际上 早已经注定败亡 这也不过是假说吧 巴德尔摇头 没有确切地证明 依旧是不着边际的猜测 有时候 有一点暧昧和模糊 才会更浪漫 这样的道理 料想你不懂吧 同机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说法 有多么正确 反而像是在谈论一个有趣的留言一样 兴致勃勃 就算是有所缺陷和捕风捉影 至少可以解释的 通所发生的一切 不是吗 造神秘遗所形成的影响 和有可能造成的后患 对于陷阱太过庞大 导致命运因此而自发性的偏移 想要将一切纠正回正轨 因此 才会有这一切的发生 才会有诸多巧合 因为太阳神这样的上位者吸引 传承天问之路的怀师 才会来到赫里额寺之上 因为神明在陷阱之外的再生 对于陷阱是巨大的灾害 因此 最不会为了自己去伤害别人 同时也是 最容易被杀死的神明 才会降临 换句话说 你的到来 也是命运的选择 这大概就是 天意了吧 童姬无所谓地说道 或许 纯粹就是巧合呢 他说 就看你喜欢哪个 您这是在安慰我吗 巴德尔愣了一下 感激地微笑 听起来像是 现在的世界选择了我了 这样的说法 倒也不赖 不觉得愤怨吗 童姬问 你可是注定死亡的哦 没有 巴德尔摇头 也不觉得遗憾 有一点吧 巴德尔感慨 要说有什么愿望的话 真想去看看如今的世界呀 可怀师所说的 那个世界那么美好 如果因为我消失的话 那就太遗憾了 在自己和世界之间 选择了世界吗 童姬汉手 真有你的风格呀 巴德尔 我竟然有那么高尚吗 有啊 毕竟你就是那种 不愿意 让别人伤心的人吗 巴德尔摇头 这对北欧神来说 可不算褒奖 对你有意义就足够了 童姬停顿了一下 神情郑重 向着眼前的神明置疑感激 谢谢你为怀师所做的一切 巴德尔 他说 谢谢你 巴德尔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 那你会为我哀悲响 那你会为我哀悲吗 曾经的太一阁下 不会哦 童姬的神情嫌弃起来 把好心人的黑历史挂在嘴边的家伙 是不会有人同情的 况且 不是还有一个约定在等着你吗 他提醒道 那个 独属于你的 约定 巴德尔愣在原地 你还记得他的 对吧 那个等待你的人 那么多年了 他一直信守着约定 残留着最后的执念 在孤零零地在地狱里 再没有光的地方沉睡 等待你的到来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现在 赴约的时候到了 巴德尔 这一次 你还会信守承诺吗 那是当然啊 巴德尔汉手 坦然回答 怎么会让他孤单一个人呢 很好 巴德尔 同气赞许地说 你果然是最善良的神明了 就在那一瞬间 胡继生 刺入了他的胸膛 并不觉得痛苦 也不觉得害怕 神明在无声地崩溃 当这一瞬间到来的时候 巴德尔却抬起头 凝视着眼前的人 等待 等待他说出那句话 那一句真正令一切 告以终结的咒语 于是 就像是很多年前 就像是每一个 有关巴德尔的故事结尾那样 同气昂首 宛如像命运宣告一样 再一次地说出了那句话 让海拉 得偿所愿吧 在那一瞬间 无形的桥梁 被再度揭绪 在巴德尔的面前 有黑色的大门 无声涌现 洞开 在黑暗的最深处 有一个遥远的身影浮现 渐渐清晰 隔着这一扇 存在于虚无的大门 他正正地凝视 屡约而至的身影 好像不敢置信一样 也不敢伸手 去触及他的面孔 抱歉 让你久等了 巴德尔微笑着 伸手 握紧了他的手掌 我来旅行约定了 海拉 然后 展开双臂 拥抱着那个孤独的幻影 这一次 一定不会再让你孤身一人 就这样 再无犹豫 光明同死亡牵手 随他一同走向 遥远的黑暗中去 只是在离去之前 最后看了一眼 微笑着道别 为这一场短暂的相逢 献上感激 永别了 我的朋友 请你 为我哀悼吧 诶 真就这么走了吗 童鸡站在原地 凝视着他们消失的地方 忍不住叹息 摇头 真是留下了好大一堆烂摊子 给我收拾啊 还有你 宙斯 你也应该滚蛋了吧 戏已经演完了哦 我可和奥丁的儿子不一样 只要还能苟延残喘一会儿 我就会死皮赖脸地继续磨蹭的 宙斯的残缺幻影浮现 环顾着这一切 况且 这不是还没完吗 最重要的结局 还没有开始呢 在神明消失的地方 有更加辉煌的光焰升起 扩散 令赫里俄斯周围的日轮之环 变得越发刺眼 那是即将喷发的回光之泉 巴德尔的神魂虽然已经逝去 可是这不是在陷阱 这一份力量 无法穿过世界的轴心 成功回归 这样下去 被赫里俄斯吸收 或者被什么人利用了的话 反而更麻烦吧 宙斯倒是想要看看 他会怎么解决最后的收尾 很简单 宙斯 铜机平静地 凝视着手中的胡迹声 说 只要再进行一次 刚刚那样的仪式 把那些残留的力量 消耗掉就好了 宙斯疑惑地皱眉 难以理解 确实 这是一个办法 可问题在于 巴德尔已经死了 又如何再杀死 他一次呢 嗯 这不是还有一个现成的吗 铜机回首 看向神殿里 那里 确实有一个现成的替代品 一个曾经承载了 巴德尔的神将体 几乎可以是座 光明王人间化身的存在 作为代替巴德尔的人选 确实无出其右 可问题是 这你都能想得到 宙斯陷入呆滞 目瞪口呆 你还是不是人 你不是说契约者很重要 要好好爱惜的吗 哪怕是无耻如他 也没有想到过 世上竟然还有 如此缺德的操作 震撼奥林匹斯一整年 放心 寻常人的话不行 但他的话 一定没问题 在作为巴德尔的神将体之前 那可是我的契约者 同机回头 微笑 要对我选中的人有信心 况且 我可唯独不想看到 我家契约者难过的样子呢 哪怕做不到挽回这一切 至少要给他留一点 可堪回忆的东西才对 第907章 生命 宇宙 以及一切 上 就不怕真把他弄死 宙思法担心了起来 放心 对他来说 死个一两次 根本不稀奇 同机无所谓的白手 低头 凝视着怀世的面孔 应该说你运气好 还是运气坏呢 正巧还有回光结晶在这里 左右不过是将一部分 进阶仪式提前了而已 还附带一次玄幻小说中 常见的一经换水的主角级服务 你应该不会反对吧 这可是难得的神赐加持爱 姐姐我相信你啊 话音未落 风锐如剑的胡忌生 没入了怀世的胸膛 有浩荡的轰鸣迸发 环绕在赫丽俄丝之上的 虚无日轮骤然一阵 开始了剧烈的收缩 随着无穷镜的辉光一起 向内 在回光之全的现象 还未曾出现之前 便已经顺着胡忌生的引导 涌入了怀世的驱躁之中 渗透了每一个部分 照亮永恒黑暗的归须 最终 融入灵魂的最深处 在光芒映照之下 同机头顶的冠冕再度浮现 自幻影之下 再度展现威严 伸手掌控着这一份 神明所铸铸的奇迹 他速生宣告 于此 汝将重演巴德尔之死 以将这一份神力威权 奋还世界 这一份意志 随着光芒与陷阱之间的共鸣 瞬间传递到了陷阱的核心之中 那是宛如经络一般的抉择 以神明自身的陨落为代价 奋还这一份铸铸自己的力量 将一切再度回馈给整个陷阱 而此刻作为神力的容器 怀世也将被视作其中的一部分 继承这一份经络所带来的修正值 而代价 就是灵魂被神力所溶解 化为此刻的温柔光雨 向着陷阱飞去 你竟然不试图挽回 宙斯愕然 一旦神力回归陷阱 他的灵魂就会被彻底分裂成无数份 重新回归白银之海 到时候可就没得救了鸭尾 同期笑了起来 哎呀 你这是为我的契约者 感到担心了吗 宙斯 无言以对 虽然看眼前这个女人十分不顺眼 十分希望她能够倒霉 最好一脚踩空 掉进深渊里摔死 可她却竟然 感觉怀尸的死亡太过于可惜 如此有价值的灵魂 一定能够在人的世代 大放一彩吧 纵然没有神迹护佑 也一定可以绽放 属于自己的光辉 放心 这还没完呢 宙斯 我的契约者 可不是仅此而已 同机抬头 趁着这难得直达神水之柱的机会 再度地 发出了曾经的祈愿 那么 再一次的 她微笑着 念出了那句咒语 让海拉 得偿所愿吧 这才是怀尸作为 秘夷巴德尔之死的载体 真正重要 真正不可替代的地方 通过历史中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强制性地进行重演 最终达到了注定的结果 让巴德尔的灵魂 归于海拉 于是 在那一瞬间 宇宙中 那一片近乎无穷尽的光雨中 无数细小的灵魂碎片里 骤然有一部分 在秘夷的力量之下相互聚合 形成了白露的幻影 向着陷阱快速地飞去 几乎是在弹指之间 消失不见 而同时 在边境 暗网 庞大的图书馆深处 有沉睡的少女 忽然从那个可怕的梦中惊醒了 下意识地低语 怀尸先生 在那之前 便有光跨越了边境和陷阱的界限 笔直地穿过了无数防御 掠过了三位创造主的框架 降落在了少女的面前 再度化为了白露的形象 历历愕然地抬头 端向着眼前似曾相识的白露 白露也在看着她 凑过来 闻了闻她的味道 然后 轻柔地顶了一下她的脸颊 一下 又一下 最终 当三位创造主在警报中赶来时 只看到依靠在少女身旁的白露 温讯地吃着她喂过来的书液 守护着她的安全 这是什么 KP挠头 为什么我的辩识界面显示 这玩意儿是怀尸 DM微笑着 摇头不语 ST沉默了许久 无奈地叹息 就当做那小子送来的礼物吧 别管了 三人远远地凝视着这一幕 许久 无声地转身离去 你以为这就完了 而就在赫里俄四之上 同机眺望着白露消失的方向 微笑 然后 让爱情得偿所愿吧 于是 遵循秘仪的运转 在光雨之中 有幻光再度凝聚 化为燃烧之牛的投影 向着陷阱飞出 天文会 亚洲捅侠局决策部 繁忙的架空楼层内 忽然警报声大作 有赤红的光芒剧烈地闪烁着 紧接着无数光影升起 笼罩在大厦之上 可那一道从天而降的火光 却如此迅速地 穿过了框架之间的缝隙 撞破了墙壁 闯入了严肃的办公室中 很快 在寒风的吹拂里 爱情面无表情地凝视着 眼前乖巧服的 还摇着尾巴的Q版牛犊 又回头 看了一眼冲进来的铸铁军团 烦躁地点燃了嘴角的烟卷 忍不住叹息 你这个家伙 可真会给我添麻烦啊 赫里俄四之上 旁边装死的破狗 忽然被童鸡伸手提了起来 还来不及露出讨好的样子 就看到来自大姐姐的愉快笑容 紧接着 天旋地转 被粗暴地抡起来 投向了赫里俄四之外的宇宙 伴随着来自童鸡的话语 让复一得偿所愿吧 再然后 被西摩斯再度化为了苦痛之锤 吸纳了一部分灵魂 砸破了帝国大学的防御 引发了袭击警报之后 落在了正在授课的教室里 瘫着舌头 茫然地周围的破败的场景 看到在老师的防护中 眼角抽搐的少女 便邪魅一笑 愉快地甩着口水扑了上去 我在外面浪完回来了 来自狗头的冲击令 妇医们哼了一声 想要打人 感觉到老师的危险起来的视线 他的就变得不安起来 下意识地想要甩锅 这个 维修费应该不用我掏吧 老师 你听说过 这是不可抗力啊 算在你实习实习的工资里吧 老师冷酷地扶了一下眼镜 下个月就开始 然后 让罗贤也得偿所愿吧 伴随着同机的呼喊 美德之剑的白马 从光雨中走出 向着陷阱驰骋而去 天竹 黑暗的寺庙最深处 地狱化的血海中 那个孤独漫步的旅者 停下了脚步 视线从手中的照相机上移开 恶然看向身后 那一匹从虚空中走来的 神骏白马 焕发着光芒 嗯 你来找我玩了吗 罗贤微笑 挠了挠他的下巴 那就一起吧 正巧 前面的旅途还很长 他将行李放在了马鞍上 牵着缰绳 向黑暗的更深处走去 愉快地哼唱着歌谣 而在赫丽俄司之上 一口气说完了 一长串的同机喘口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戏喊 无奈感叹 有个喜欢乱撩的契约者 真是累人啊 应该没有漏下得了吧 应该没有吧 那既然大家拿拿完了 剩下的 姐姐压力大 姐姐就不客气了 同机双手插腰 得意地呼喊 剩下的 都归我了 于是在瞬间 光雨剧烈的震战 竟然有一大部分 向着赫丽俄司折返而来 化为了漫天的鸭裙 最后涌动着 落在了庞大的神殿 和同机的肩头 巨蟒从影中浮现 驯服地缠绕在了他的手臂上 可依旧还有大量的灵魂碎片 随着光雨一同飞去 剩下的怎么办 宙斯问道 我都帮他搞定大部分了 剩下的还不让他也辛苦一下吗 同机无所谓的白手 放心 他可是和陷阱结缘身后 区区聚合而已 难不住他 就这样 漫天的璀璨光雨 飞过了冷漠的宇宙 跨越了遥远的尺度 随着那澎湃的神力 一同落向了陷阱的每一个地方 来自光明王之王的慈爱和悲悯 洒落在了每一个角落之中 回归源泉 而在美洲 古老的殿堂内 手握着针线的老妇人抬起手 宁视着落在掌心的光点 似是叹息和欢乐一样 欢迎回来 巴德尔 马马基里亚抬起手 将那一缕光点送入微风中 宁望着他远去和消散的模样 轻声祝愿 愿你在这人的世代里 安详长眠 远方 只有风声回应 在漫长的梦里 怀尸感觉自己在坠落 在看不见镜头的黑暗里 寂寞地让人想要发疯 可是似乎还有一个人 陪伴在自己身边 和自己一起同行 内心中仿佛就隐约的有所未解 并不那么害怕了 你看 所谓的相逢和离别 就是这么简单 总是常见 那个平静的声音告诉他 所以 在相逢的时候 就要尽情欢笑 这样离别的时候 才不会有遗憾 认真的道别之后 孤身一人再次上路的时候 才不会过于不舍和留恋 行到某一处的时候 他停下脚步来 对怀尸说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你应该回家去了 可你呢 怀尸问 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我的家里去 回到爱我的人身边去 那个声音认真的说 你也要一样 怀尸 有爱你的人在等待你 还会再会吗 当然啊 那个离去的人停下脚步 像是回头一笑 我无处不在 怀尸 我会一直看着你向前的背影 我也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 那么 再见 再见 那个洒脱的身影 去向了更黑暗的地方 消失不见 茫茫的黑暗里 怀尸却不知道 如何再向前 迷失在这一片 看不见轮廓 也走不到尽头的迷宫里 可很快 有点点滴滴的微光浮现 远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引导着 他在黑暗里向前 那一瞬间 他好像来到了 未曾去过的医院之中 听见了来自窗口后的发问 姓名 第908章 生命 宇宙 以及一切 中 姓名 现境 营州 丹波大学附属医学研究中心 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问道 静江至子 年龄呢 17岁 请在这里签的字 谢谢 工作人员从窗口下面 递上了一张表格 指了指几个要签字的地方 在收回了表格之后 从身旁拿起了纸袋 送了过来 袋子里是五盒印着象牙之塔 logo的注射药剂 以及配套的无针注射器 按照说明 在即兴七一周注射一次 一个疗程之后 只要一个月注射一次就好了 接下来建议再休养一周 如果还出现眩孕 或者心跳紊乱等现象 请即时联系医护人员 还有 请在这里签字 好的 少女放下了笔 递交了最后的文件 那么 恭喜您全域出院 工作人员盖上了印章 郑重的道别 也感谢您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哪里哪里 是我这边受照顾了才对 少女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旁边那个激动到 涕泪横流的女孩 就已经扑上来 一把抱住了她 太好了 赤子 太好了 我好开心啊 眼泪和鼻涕 全都蹭在新衣服上了 珍惜 珍惜 冷静一些 赤子艰难地推了一下 试着挣扎 只是配合研究一下 没那么可怕 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我 我好了 珍惜用力地蹭了两下 终于舍不得地松开了手 然后吸了吸鼻涕 抓住她的手 向门外走去 去吃烤肉吧 庆祝一下 我最近发了工资哦 可珍惜不是 还欠着好多贷款吗 最近也一直很倒霉吧 没关系 都欠了这么久了 少还一两块也没关 砰 医院门外 年久失修的灯香 毫无征兆地砸下来 精准又微妙地 将那个得意忘形的少女覆盖 尘埃飞溅 在旁边 质子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医院急诊室的方向 啊 我们还是 先去挂个号吧 姓名 当及时的车辆 忽然停止的时候 被捆在黑暗里的年轻人 听到了后备箱被打开的声音 然后 有一个陌生的声音 向着他发问 被蒙着头罩的人 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不安地抬头 这是在哪 你们是谁 我问你 姓名 提问的男人谈了谈颜辉 听不见吗 小子 算了 我叫山下 怀直组的山下 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吧 毕竟大胆到袭击 我们的货车的人可不多 我跟你们这帮恶党走狗 没什么好说的 年轻人难以克制地恼怒 咆哮 要杀就杀 你们以为 你们把我从牢里弄出来 我就会屈服了吗 做梦 喂 我说啊 山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叼着烟卷 然后 毫无征兆地 一拳揍在了他的脸上 一声闷哼 隔着面罩 血液隐隐渗了出来 我们这边才是受损的那一边啊 混账东西 山下抱怨了一句 提起拳头正准备再打 便听见了身后椅子上的声音 算了 算了 山下先生 林中小屋拖着下巴 百无聊赖地说道 遇到嘴硬的人不能蛮干啊 干脆我来跟他说吧 山下汗手 伸手摘下了那个年轻人的头套 沉默地走到了一边 被捆着的那个年轻人 终于抬起了头 努力地昂起脖子 想要看清楚四周的场景 可是却什么都看不清 被一盏刺眼的灯罩着 只能隐约看到 灯光旁边那个模糊的轮廓 还有他背后 海滩之外涌动的海浪 自己竟然直接被 怀指组的人带到了这里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外观勇气君 对吧 灯光旁边传来了一个年轻的声音 似是在椅子上弯下腰 附身探问 十九岁 黄泉比两板出生 同样也是兽化特征者 没想到呢 竟然做得出 袭击怀指伤势这样的大案 真是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 翠 我们勇气吐了口血沫 冷漠地移开了视线 两天前 你和你的同伙 袭击了我们的货车 临终小屋翻了 翻手中的那一张档案 则则感叹 因为你的原因 造成了超过数百米铁道 被炸毁 六节车厢脱轨 十二个工作人员 因此而受伤 而我们的货运计划 也因此而被拖延了 嗯 四个小时 因此而带来的经济损失 更是大的吓人 因此受损的特效药 超过了一千只 更不用提被你们抢走的那一部分 其中每一只对市场公布的售价是 十六万美金 哇 损失惨重 你可以算一算 你们闹出了多大的乱子 怎么 像你们这样的恶棍 也会心痛吗 外观勇气吃笑了起来 老子最爱看的 就是你们这帮家伙 如丧烤笔的样子 忽然之间就被人当成恶棍 我也很无奈啊 好吧 我确实是恶棍 临终小屋挠了挠头 我很好奇的是 你们为啥早不袭击 晚不袭击 非要跳我们送货的车袭击呢 要知道 前面那辆货车里装的可都是美金哎 还是说 你们的情报错误 老子稀罕你们的臭钱吗 外观勇气大怒 顶着刺眼的灯 怒视着那个人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恶党 特效药才会被垄断 被你们当作榨取利润的工具 那么多掏不起钱的无辜者 只能受苦 任由你们压榨 他怒吼 你们会遭报应的 一阵诡异的寂静 临终小屋和旁边的山下面面相去 许久 耸了耸肩 好了 看起来没有什么外部势力掺和 说着 他叹息了一声 看向那个愤怒的年轻人 虽然对方比他年纪似乎还要大的样子 你是 升华者对吧 是又怎么样 外观昂首 难道你们以为 只有自己能掌握力量吗 只要怀执组还存在 永远会有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 直到有一天 你们这群恶棍被烧成灰为纸 啊 或许真有那么一天也说不定呢 临终小屋愉快地笑了起来 不过 我总算明白了 说着 他恍然地指着眼前的人 断然地说 你就是传说中的中二病没错吧 一阵尴尬的沉默 突如其来 外观没有说话 只是怒视着这个家伙 气得发抖 我知道 我了解 在这个国家 像你这样自命不凡的年轻人 往往会把正义和产间除恶挂在嘴边 觉得自己是特殊的 觉得自己掌握着大意和真理 实在是让人有些难搞 说又说不尽 听又听不懂 懂了又不做 做了心理 也未必会心甘情愿 临终小屋想了一下 认真的说 所以 不如我们开诚不公地来说吧 外观吃笑 不以为意 可他依旧认真的抬起了两只手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看在你还有利用价值的份上 从今天开始起为我们工作 直到你把你造成的损失 连本带立的还清楚为止 顺带一提 利息也是按照我们会设的规矩 来走刀 要杀就杀 你以为我会 外观冷笑 正准备仰头嘲笑 可声音却被打断了 被眼前那个起身的少年 而第二个选择 是我最喜欢的 刺眼的光消失不见了 因为有无穷镜的黑暗升起 随着那个轮廓的踏前 化为如墨的阴影 覆盖了他的面孔 黑暗如有实质 化为了层层叠叠的阴冷蛇影 在他的皮肤之上蔓延着 像是要通过抽搐的五官 渗入体内 刺入他的灵魂中去 再然后 冰冷的手掌 按在了他的额头上 你该不会以为 你能够一了百了地死掉吧 林中小巫俯身 俯看着眼前的无知者 眼瞳心红 升华者可是很值钱的哦 外观君 比你能够想象的还要值钱 骨髓可以用来和病危者配对 内脏可以用来做医药试验 皮肤能够制作成珍贵的咒物 血液是很多炼金药剂的材料 就连头发都能够在假发市场上 卖出个好价钱 你的眼睛 鼻子 耳朵 内脏 再到骨头 很快都会离开你 在南美 在额连 在罗马改头换面的上市 我可以保证 到时候 你还可以继续活着 甚至你的灵魂 都可以源源不断地提取原质 细水长流地 为你偿还你的欠款 直到有一天 漫长 漫长 漫长到看不见镜头的地狱刑期结束 你的原质被榨干到最后一滴 你终于在绝望中死掉了 灵魂的灰烬 也会融入边境遗物中去 就像是流水线上的猪一样 不会有任何一个部分浪费掉 说着 林中小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告诉他 外馆君 你将创造出新的价值 那样的眼神 那样的眼神 外馆的表情抽搐着 难以形容 自己在那一瞬间所窥探到的神情 简直就像是 屠夫在充满爱意地凝视着暗板上的鲜肉一样 带着深入骨髓的贪婪和争鸣 满怀着期待 现在 告诉我 林中小屋摸着他的头发 仰头凝视着夜空 漫不经心地问 你选那一种呢 第909章 生命 宇宙 以及一切 下 沉默 漫长的沉默 在刺眼的灯光照耀下 外馆笔直的脊梁 就像是被折断了 一点一点地 弯了下去 许久 有哀鸣的声音 做出了回应 于是 林中小屋愉快地点头 向身后挥了挥手 等候许久的黑视一声 不快地择了一声 转身离去 白跑一趟 晦气 直到那一只手 终于离开了他的脑袋 外馆才终于喘过气来 就像是被塞进深海里 忍受了漫长的窒息一样 贪婪地呼吸着每一分空气 眼泪和鼻涕 都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嚎啕大哭 好 乖孩子 林中小屋伸手为他解开了束缚 蹲在他面前 微笑着拿起他的手 握了一下 从今天开始起 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 嗯 外馆呆滞的点头 如同行尸走肉那样 林中小屋汗手 拿出一个手机递给他 记得告诉你的朋友 别再去抢货车了 虽然抢走的药 已经被我们拿回来了 可藏起来的那一部分 也赶快给我送回来 特效药种类有16种 针对不同的兽化特征者 如果乱打真的会死人的 当然 劝他们自首和交代情报的来源 和怂恿者也是必须的哦 嗯 外馆麻木的汗手 最后 从今天开始起 学会看新闻 早点给我把你们盈州人的 这副狗屁操行改了 林中小屋歪头 摘下了嘴角的烟卷 甩手踩灭 鼻的说道 这玩意儿 昨天在单波已经免费发了 登记就白送两个疗程 不登记一盒五千银周币 都他妈快比感冒药还便宜了 你自己算算 自己炸的那辆火车 能换多少吧 寂静 漫长漫长又漫长的寂静 外馆艰难地昂起头 目瞪口呆 无法理解自己听到的话语 哈 姓名 窗户后面的工作人员抬起头 历时 窘迫的中年人坐在椅子上 捏着自己皱巴巴的边境护照 历时甚也 三十一岁 这 这是我的女儿 历时原子 她将身旁呆滞的女孩拽过来 摇了摇她的肩膀 似是打瞌睡的女孩 赶忙抬起眼睛 像是演练过一样 有些紧张地向着窗口后面微笑 她是健康的 很健康 很能干 历时紧张地解释 别看她长得小 已经时期了 她能干的活 比有的大人还要多 会洗衣服和做饭 真的 她 在工作人员审视的神情之下 那个中年人的神情 渐渐尾顿起来 语无伦次地说道 求求您了 她真的能干活 她可以的 我也行 我可以干得更多 我什么都能做 喂 快点好吗 后面的人催促着 有小孩哭喊的声音响起 历时的嘴唇吸动着 说不出来 脸色渐渐地苍白下去 在喧嚣的办公大厅里 漫长的队伍 已经从大厅排到了广场之上 多少风尘仆仆地在外面排着队 宁愿暴晒在烈日之下 也不敢去 浸在咫尺的免费饮水处吹空调 生怕耽误一会儿 窗口后面 来自工作人员的审视 持续了一会儿 很快 喇叭里传来了平静的声音 历时先生 我看您在自己的表格上写过 有过乐器表演经验是吗 小号手 是 是的 历时如萌大赦 慌不迭地点头 虽然很多年没有练过了 但我可以 再重新拿起来 会很快 既然这样的话 您可以稍后 可以在办理注册登记之后 重新填一份 艺术从业者的申报表格 走单波音乐馆特招的途径 登记办理就好了 他们那里最近缺人手 工资会高很多 工作人员平静地拍照取向 在表格上盖了张 递了过来 最后提醒到 每一户家庭 是有包含配偶子女和父母在内 直系亲属的居住资格的 建议您去了下一个窗口之后 实话实说 她的视线从那个迷糊女孩的身上收回 告诉办理者 单波并不需要一个 12岁都不到的小女孩来洗衣服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就像是梦一样 可是却和那些噩梦不同 顺利地 像是在列车上坐的那些荒谬幻想一样 历时呆滞地牵着女儿 一手捏着厚厚的表格 辗转在各个窗口之间 最后 来到了零食医护士的前面 站在柜台前面 吞了口吐沫 这 这是我的户籍证明 她不安地问 注射 注射是在这里吗 特效药 免费的那个 是真的吧 成人一名 女童一名 忙碌的护士没空理会她的情绪 劈手夺过了她手中的化验单 翻看之后 再度盖章 干脆利落地递上来两张单子 里面右转 排队就好 下一位 历时 被后面的人推散着 可是却鼓起勇气在问道 真的是免费的吗 并不是免费的 先生 护士诧异地抬起头看过来 他说 每人二百元的注射费 是要自付的 请您去里面排队缴费 下一位 被推散着 被催促着 被呵斥着 历时像是扶贫一样 随波逐流 眼花缭乱看着眼前的一切 可是却什么都没反应过来 最终被推进了注射室里 依旧像是梦游一样 魂不守舍 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甚至 就连注射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实感 只是些微的有些痛觉 像是往日生活中 随处可见的痛楚一样 成年人请在一周之内 保证饮食充足 如果未成年人出现感冒症状的话 请去最近的定点医院 走专门窗口 旁边 正在嘱咐的护士 察觉到他恍惚的样子 皱眉 先生 先生 你在听吗 可历时却依旧呆呆地 看着注射室里的女儿 整个人贴在玻璃上 不敢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好像比以前好了 你看 精神了很多 他喃喃自语着 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话 忍不住喜笑颜开 看上去已经没有那么困了 对不对 比刚才好多了 刚刚注射 还没有起笑呢 先生 护士提醒道 可是 历时依旧痴痴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目不转睛 许久 才轻声回道 但是 会好起来的 对吧 护士愣了一下 缓缓汗手 是啊 会好起来的 他微笑着 如是回答 会比以前更好的 历时先生 滴滴地呼叫声传来 他将手中的印着注意事项的通知单 放进了中年人的手里 转身离去 在窗外温柔的阳光照耀之下 轻薄的纸张在风中微微翻卷 那些字迹 也仿佛展开双翼一样 飞向清空之中去了 有幻觉一般的微光如雨一样 从天空中洒下 照亮了他最后的部分 并不是印刷的黑体 反而像是某个人临走之前 匆匆抓起笔 为远方到来的旅客 写下的祝福 告诉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欢迎来到丹波 姓名 急诊室外面 主刀医生手中抓着病例 跟在急救小组后面 同病人的家属 核对着患者信息 可在进入手术室前 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神情凝重地提醒 病人已经上年纪了 突发性器官衰竭 这种大手术有风险 希望您做好准备 拜托您了 拜托您了 那个憔悴的男人 反复地拘着躬 七级地哀求 拜托您了 我 尽力而为 医生移开视线 不再去看他充满期待的面孔 六个小时之后 急诊病人中村育美 挺过了手术之后 在病房里断绝了呼吸 死婴 术后心梗 享年54岁 在这两分钟后 有婴儿的啼哭声 从另一个手术室里响起 顺产 母女平安 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 病房里 护士郑重提醒道 这可是大事哦 可不要为孩子起奇怪的名字 前面的松田太太 非要起得很长 好像还是什么乐队的专辑 怎么劝都不听 真的急死人了 脸色苍白的妻子 依靠在床上 握着丈夫的手 凝望着睡得正香的婴儿 便忍不住露出微笑 蔚来 她想了一下 认真地说 她的名字叫做蔚来 于是 在黑暗中 怀世听到了那个名字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为之鼓掌 蔚来 姓名 关卡前 紧张的少女 用声色的迎周语回答 金招言 姓名 面试上 年轻的男人鼓起勇气抬头 小哭敬 姓名 街头 拉琴的麦衣人 递上了身份凭证 陈诚 姓名 十足潮流的女孩 吐了一下舌头 大场希望 在黑暗里 怀世抬起头 听见那些来自远方的声音 源源不断地浮现 就像是无数细碎的光点那样 在她眼前舞动着 照亮了漫长而孤独的路 有更多的声音在响起 更多的祈愿 更多的感谢 更多的呼唤 引导着她 一点点地向前 直到她从昏尘中睁开了眼睛 无数破碎的魂灵再度聚合 遵从着那些引导 凝视着无数 从眼前流逝的光芒 不知不觉 黑暗里 已经被那无穷尽的光芒照亮了 孤独的长路上 已经充满了行人 热闹的人潮中 喧嚣此起彼伏 当擦肩而过的时候 那些未曾相识的灵魂 便对她感激的一笑 告诉她自己的名字 然后再度归于人海 一个又一个的名字重叠在一起 拖起了她的灵魂 引导着她向上 从这冰冷又空旷的宇宙里归来 她在灯火通明的街头 她在了无人机的小巷 她在病房中倾听着哭声 在温暖的灯光下 凝视着孩子的睡颜 当怀世抬起头 便看到了浩荡的光芒 从夜幕中洒落 落在虚无的双手之中 点点滴滴 每一缕流光中 都带着来自有人的笑脸 就好像终于从这一场 离别以来的长梦中 醒来了那样 能够再度相逢真好 我的朋友 怀世凝望着漫天的光雨 置以微笑 许久 她躬身道别 转身走向了更深的梦里 第910章 时间景象 只需要一个恍惚 重新聚合的灵魂 就重新回归了自己的去窍 但是在那之前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 挡在灵魂和身体之间 一个来自过去的梦 那个梦残存在赫里厄斯之上 依旧在缓慢地蒸发着 渐渐消散 而怀世第一次作为外来者 闯入其中 可当巴德尔已经逝去之后 这又是谁的梦吗 怀世困惑地环顾着四周 就在荒芜的天地之间 阴暗的天穷 和漆黑的大地 森林环绕之中 那个枯搞的骑士 坐在兽谷林寻的马背上 艰难跋涉在泥泥中 疲惫地向每一个森林发问 恳请 却看不见幻影一样的怀世 因为他不属于这里 只是旁观者而已 然后 他便看到了 这个阴暗压抑的世界里 唯一一点鲜艳的颜色 像是火一样 在干涸的河川和群山之间 有一缕触目惊心的鲜红 漠然地环顾着这一切 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存在感 宛如他便是天和地的中心 这个世界中唯一有价值的存在 请您 为他哀悼吧 当骑士如此恳请的时候 得到的只有不屑的眼神 在山岩之上 坐在那里的少女冷漠回眸 如此傲慢地俯瞰着他 似曾相识的面孔 如此熟悉却又看不见 怀师所熟悉的笑容 毫不温柔 和他所认知的一切 截然不同 充满了野性与灵力 令人不敢接近 凭什么 他嘲弄地发问 就因为他是奥丁的儿子吗 骑士没有说话 许久地沉默之后 再次沙哑地开口 那么 请您从这一片土地上离去 山岩之上的少女笑了起来 好像听到一个笑话 就平年 死寂之中 骑士缓缓地抬起手 按在腰间的剑柄上 用力地握紧了 手背之上 清金毕露 可是在那一双冷酷的 眼瞳俯瞰之下 不敢有所动作 不要拔剑 赫尔默德 这是为你好 不要自取灭亡 他缓缓地收回视线 不屑一顾 回去吧 告诉奥丁 不论他想要什么 在我这里都得不到 赫尔默德的胡须颤抖着 再度卑微祈求 只是 恳请您有所怜悯而已 我为何要怜悯他 山岩上的少女反问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从天命之间的纷争中逃离 奥丁 将地狱视为庇护所 可是 倘若他连和庇护所之间的契约 他都不想遵守 那么他的儿子就无法解脱 甚至无法去往地狱里 只能永恒地作为亡魂 游荡在这个世间 就好像宣布命运一样 他冷酷地说 这便是他自作聪明的代价 难道你不也是一样吗 地区 赫尔默德难掩愤怒 嘶哑地咆哮 终有一日 你也将招致同样的下 火焰骤然自漆黑的天地之间迸发 可是却并不温暖 反而十足暴虐地 将一切染成了新红的色彩 那个苍老的骑士 在忽然之间被点燃了 自内而外 眼眸和口鼻之中 喷出了焚烧的烈火 打断了他的话语 令他发出嘶哑的惨叫 直到山岩上的少女 微微弹动手指 令那堪比烈日焚烧的折磨熄灭 这只是小成伯剑 赫尔默德 作为你直呼无名的代价 他毫无兴趣地收回了视线 滚吧 很快 兽骨临巡的老马 撑起了重创的骑士 缓缓地离去 消失在怀师视线的尽头 当他正处于迷惑之中的时候 却察觉到来自身旁的冷漠视线 察觉到了这个 不属于这里的外来者 红裙的少女撑起下巴 鼻液地撇过来 然后 凡人 你又是哪个 啊 怀师愣了一下 被那样的眼神看着 心中生起了一种 怪异的荒谬和猜想 欲言又止 但又说不出话来 可这一份错愕和迟滞 却被理解 为了反抗 瞬间 怀师感觉自己的脖子 被人提起来 悬在了半空 丝毫无法反抗 被那一只手粗暴地扯起 卡着脖子 只有一双燃烧的眼瞳凝视着他 明明火光那么明亮 可是却又如此的冰冷 他说 既然不说话的话 就永远不要说话了 怀师奋力地挣扎 想要掰开他的手 可是却根本无法撼动 那一只手掌上的力量 哪怕竭尽全力 都无法撑开一点点缝隙 只能用尽力气 从肺腑里挤出声音 童鸡 松手 他说 我快 喘不过气来了 那一瞬间 少女似时愕然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终于 察觉到了这一场梦境的存在 于是 一切都迅速地开始消散 荒芜的大地 阴暗的天空 乃至眼前的所有 可只有窒息感依旧存留 令怀师下意识地挣扎 扭动着身体 艰难地想要喘息 终于 睁开了眼睛 然后 才看到那个坐在自己胸前的身影 那可真是 不折不扣的重担 嗯 你醒了 童鸡好像没事的人一样 将手中的书盒上 愉快地俯瞰着他 有哪里不舒服吗 怀师的脸色铁青 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我要 憋死了 嗯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诶 童鸡困惑地低下头 将头发挽起 凑过来 和梦中如出一折的鲜红眼眸凝视着他 如此接近 麻烦说清楚一点 我说 怀师艰难地 深吸了一口气 臭女人给我滚开 奋尽了所有的力气 垂危的患者 终于把那个坐在自己身上的家伙给掀开 然后趴在地上 剧烈地呛咳了起来 I see you I see you 在哪里 我需要抢救一下 你对温柔的大姐姐 说了什么了不得的话 童鸡蹲下身来 幸灾乐祸地欣赏 她狼狈的样子 伸手 戳着她的脸颊 这就是代价 知道吗 怀师 代价 怀师瞪着她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从过去到现在 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 可是 却和过去 不同了 怀师直勾勾地看着她的脸 甚至连咳出来的口水 都没顾得上岔 凝视着她的脸颊 和梦中截然不同的笑容 梦里的那个人 看起来那么孤独 可是却又如此傲慢 竟然让人感觉 是她主动舍弃了这个世界 因为没有人能追在她的身边 怎么了 童鸡蹲在她身旁 捧着自己的脸颊 今天也是沉醉 与姐姐我绝世美颜的一天吗 不要多看哦 万一爱上我多不好 怀师翻了个白眼 不想理她了 翻了个身 躺在地上 许久 终于喘过气来 才察觉到 身上的痛苦已经消失了 整个身体恢复了健康的状态 近乎不可思议 就连灵魂的裂痕和创伤 都消失不见了 然后 圣痕和原制武装也不见了 怀师傻了 等等 我怎么回事 她惊得从地上直起身来 摸索着周身 好像圣痕和钥匙一样 会被自己忘在 那个犄角嘎拉里一样 我的伤势呢 我的圣痕呢 等等 我胸口怎么这么痛 她扯开衣领 看着完好无趣的胸前 茫然 为什么我感觉自己 好像被人捅了一刀 错觉 错觉而已 童鸡的眼神好像飘忽了起来 无辜的摆手 出了一点小意外 我这不是 在给你抢救吗 抢救 怀师狐疑 我怎么又又又要 被抢救了 是不是你搞的鬼 真讨厌啊你这个人 难道什么锅 都能往大姐姐身上甩吗 童鸡悲伤的叹息 年轻人一有什么问题 就会推卸责任 真是让人难过 你够了呀 怀师的表情抽搐 究竟发生了什么 简单来说 你的进阶仪式完成了一半吧 童鸡微笑着解释 钱一半 所以 你把我圣痕和原制武装弄没了 怀师傻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怀师 童鸡严肃地说 他并没有离你而去 而是换了一种方式 陪伴在你的身边 听起来倒是很有道理 但为什么口吻和骗我钱的时候 一模一样 但是 当怀师仔细感应的时候 却发现 确实和童鸡所说的一样 大四命的圣痕和各种武器依旧存在 只不过 好像不在自己的身体里了 他能够感觉 大四命的奇迹 依旧存在于某处 自己可以随时通过灵魂 使用这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和过去没有任何区别 可他们去哪了 这就是回光结晶的力量呀 怀师 童鸡解释道 简单来说呢 聪明可爱的大姐姐 我灵机一动 通过一个仪式 提前完成了你进阶的准备 现在 大四命的圣痕和天命 被我通过回光结晶 暂时分割了出去 为云中军的进阶腾出了空间 分到哪儿去了 怀师不解 我想想 去的地方还挺多的 同机随意地抽出了愿增之刃 得意与你与陷阱所建立的 诸多连接和因果 我将这些力量 分散给了与你共有这一份奇迹的人身上 你不是能感受得到吗 要说感受到了什么 怀师最先感受到的 肯定是眼前一黑 你又背着我搞了什么 你又背着我